嘴唇上长黑斑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要专家慧海英 陕西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嘴唇上长黑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这个需要详细询问病史 如果患者嘴唇上出现红斑 你问他有没有大便性状的改变 如果患者说有 那一定要告诉患者去做一个常见检查 因为最有可能是一个长膝肉黑的综合征 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因为和恶性肿瘤有关系 所以一定建议患者引起重视 第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一个色素沉着 也就是说患者在出现黑斑之前 这个嘴唇上可能会有红斑脱血搔痒等表现 第三种情况就是固定性药诊 也就是说患者在出现这个黑斑之前的 一个月左右可能口服了一种特殊的药物 然后出现了口唇的一个炎症反应 随后这个口唇出现一个黑斑 长膝肉黑子综合征 如果是它有长膝肉的问题 我们通过手术将长膝肉把它切除 或者是患者半有肿瘤进行肿瘤治疗之后 这个嘴唇上的黑斑就会消退 这个炎症后的色素沉着 它随着时间的退移 它一般三到六个月就会消退 固定性的药诊 它其实这个黑斑也是一种色素沉着 如果它不再使用相同的药物 这个黑斑也是会消失的 我们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镶u'ya